我们发展的规划 建筑的条例 等等是需要不断根深 要追上时代 我们不可以守着一套规则 就当做在任何经济的条件下 都可以适用 但这件事都相当困难的 因为有了一定的规则 就一定会造成一些既得的利益 使到规则的更生 有时都相当困难 还有一个制度的问题 制度应该是便利的发展 不是阻挡的发展 你保护原来的 旧有的生产条件 生产环境的情况 那些阻力是要逐步取代 但香港适逢在过去30年 全球经济化的时候 科技的发展很大 但是我们一些制度上 以及一些条例上 尤其是在发展方面的条例 是使得发展的步伐 是无法支持的 是限制了 因此我们今天 来到香港特殊的情况下 我们确实在制度上 以及条例上 要有些冲破性 换句话 如何促进发展 将原来的资源 重新更新 调配 我们做得比较制后了 向前走 我们就要冲破这件事